一代至上第24章 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 亚伦的儿子是拿达、雅比户、以利亚沙、以他玛 拿达、雅比户死在他们互亲之先 没有留下儿子 故此以利亚沙、以他玛共祭司的职份 以利亚沙的子孙沙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 同者大卫将他们的足弟兄分成班次 以利亚沙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 分班如下 以利亚沙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 以他玛的子孙中有8个族长 都撤迁分立 彼此一样 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 有以利亚沙的子孙 也有以他玛的子孙 做书记的立位人 拿坦业的儿子 士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沙都 亚比亚他的儿子 亚西米勒 并祭司立位人的族长面前 记录他们的名字 在以利亚沙的子孙中取义族 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义族 撤迁的时候 第一撤出来的是耶和亚利 第二是耶大亚 第三是哈林 第四是梭林 第五是玛基亚 第六是米亚敏 第七是哈格斯 第八是亚比亚 第九是耶稣亚 第十四是释迦尼 第十一是以利亚实 第十二是亚金 第十三是胡巴 第十四是耶士比亚 第十五是毕加 第十六是阴脉 第十七是西西 第十八是哈辟西 第十九是伊他西亚 第十四是以西洁 第十一是亚金 第十二是迦末 第十三是地来亚 第十四是马西亚 这就是他们的班次 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耶和华的殿 办理事务 立位其余的子孙如下 黯然的子孙里有苏巴叶 苏巴叶的子孙里有耶西迪亚 地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伊士亚 赤哈的子孙里有四罗摩 四罗摩的子孙里有亚哈 西伯仁的子孙里有长子耶利亚 四子亚玛利亚 三子亚哈西 四子耶加面 乌靴的子孙里有米迦 米迦的子孙里有沙密 米迦的弟兄是伊士亚 伊士亚的子孙里有 沙加利亚 米迦的儿子是摩利 母是亚西亚 亚西亚的儿子有比诺 米迦的子孙里有亚西亚的儿子比诺 朔寒 沙克 伊比利 摩利的儿子是伊利亚沙 伊利亚沙没有儿子 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面 母士的儿子是莫利 伊德耶利摩 按着宗族 这都是立位的子孙 他们在大卫王和沙都 并亚西米勒与 祭司立位人的族长 面前撤迁 正如他们弟兄 雅伦的子孙一般 各族的长者 与兄弟没有分别 地带志上 第25章 大卫和众首领分派 雅萨西曼 并耶杜顿的子孙 韩琴 古舍 敲拔 唱歌 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 雅萨的儿子 沙克 约舍 尼泰亚 雅萨利亚都归 雅萨指教 尊王的旨意唱歌 耶杜顿的儿子 基大利 西利 耶塞亚 哈萨比亚 马他提亚 四美共六人 都归他们父亲 耶杜顿指教 弹琴 唱歌 称谢 送在耶和华 西曼的儿子 布基亚 马探亚 乌宣 西布叶 耶利摩 哈拿尼亚 哈拿尼 以利亚他 基大利提 罗曼提 以谢 约施比加沙 马罗提 和提 马哈秀 这都是西曼的儿子 吹脚送赞 西曼奉神之命 做王的先见 神赐给西曼 十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都归他们 父亲指教 在耶和华的殿 唱歌 敲拔 弹琴 鼓舍 伴神殿的事物 雅萨 耶杜顿 西曼 都是王所命定的 他们和他们的弟兄 学习送赞 耶和华 善于歌唱的共有 二百八十八人 这些人 无论大小 为师的 为徒的 都一同 撤签 分了班次 撤签的时候 第一撤 出来的是 雅萨的儿子 约瑟 第二是基大利 他和他弟兄 并儿子共十二人 第三是沙克 他和他儿子 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四是 伊西利 他和他儿子 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五是 尼泰亚 他和他儿子 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六是 布基亚 他和他儿子 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七是 耶撒利亚 他和他儿子 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八是 耶塞亚 他和他儿子 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九是 马太亚 他和他儿子 并弟兄 共十二人 第十四四美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十一是亚撒列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十二是哈萨比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十三是苏巴耶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十四是马他提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十五是耶利摩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十六是哈萨尼亚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十七是约斯比加沙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十八是哈萨尼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十九是马罗提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二十是以利亚他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21是合体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22是基大利提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23是马哈秀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第24是罗曼提以谢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共十二人 历代至上第26章 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 可拉族亚撒的子孙中 有可利的儿子米斯利米亚 米斯利米亚的长子是沙加利亚 四子是耶迭 三子是西巴蒂亚 四子是耶提内 五子是以南 六子是约哈南 七子是以利约乃 二别以东 长子是司马亚 四子是约萨巴 三子是约亚 四子是沙甲 五子是拿坦叶 六子是亚米利 七子是以撒迦 八子是皮乌利太 因为神似乎于二别以东 他的儿子 司马亚有几个儿子 都是大人的壮士 掌管父亲的家 司马亚的儿子是 厄德尼 历法义 厄贝德 以利撒巴 以利撒巴的弟兄是壮士 还有以利户和西马加 这都是二别以东的子孙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 并弟兄 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 二别以东的子孙 共六十二人 米斯利米亚的儿子 和弟兄都是壮士 共十八人 米拉利子孙 和萨有几个儿子 长子是申利 他原不是长子 是他父亲 立他做长子 次子是希勒加 三子是底巴利亚 次子是撒迦利亚 和萨的儿子并弟兄 共十三人 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 与他们的弟兄 一同在伊和华殿里 按班共职 他们无论大小 都按着宗族 撤迁分守各门 撤迁守东门的是 斯利米亚 他的儿子 撒迦利亚是精明的摩世 撤迁守北门 二别以东守南门 他的儿子守库皇 苏聘与和萨守西门 在靠近撒利基门 通着往上去的街道上 班与班相对 每日东门有六个立位人 北门有四个 南门有四个 户旁有两个 又有两个轮班替换 在西面街道上有四个 在游廊上有两个 以上是可拉子孙 和米拉利子孙守门的班次 立位子孙中 有亚西亚掌管 神殿的虎库和圣物的虎库 格顺族拉旦子孙里 做组长的是格顺族拉旦的子孙 耶西伊利 耶西伊利的儿子 西坦和他兄弟约尔 掌管耶和华殿里的虎库 阿南族 以斯哈族 西伯伦族 乌谢族也有职份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西布耶 掌管虎库 还有他的弟兄 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 利哈比亚 利哈比亚的儿子是 耶撒亚 耶撒亚的儿子是 约兰 约兰的儿子是 西基利 西基利的儿子是 士罗密 这士罗密和他的弟兄 掌管虎库的圣物 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 千夫长 百夫长 并君长所分别为圣的物 他们将真战时 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 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 先见撒母耳 基士的儿子扫罗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喜卢亚的儿子约亚 所分别为圣的物 都归士罗密 和他的弟兄掌管 以斯哈族有基拿尼亚 和他仲子做官长和士士 管理以色列的外事 西伯伦族 有哈萨比亚和他弟兄 一千七百人 都是壮士 在约旦河西 以色列帝 办理耶和华与王的事 西伯伦族中 有耶利亚做族长 大卫做王 第四十年 在基列的雅谢 从这族中 寻得大人的勇士 基列的弟兄 有二千七百人 都是壮士 且做族长 大卫王 派他们在 吕辩之派 迦德之派 马拉西半支派中 办理神汉王的事 诗篇 第七十六篇 在犹大 神为人所认识 在以色列 他的名为大 在沙能 有他的帐幕 在西安 有他的居所 他在那里 折断 弓上的火箭 并盾牌 刀剑 和征战的兵器 你从有野石之三而来 有光滑和荣美 心中勇敢的人 都被抢夺 他们睡了长觉 没有一个英雄 能措手 雅各的神啊 你的斥责一发 坐车的 骑马的 都沉睡了 唯独 你是可畏的 你怒气 一发 谁能在你面前 站得住呢 你从天上 使人听判断 神 起来施行审判 要救地上 一切谦卑的人 那时 地就惧怕 而静默 人的愤怒 要成全 你的荣美 人的愚怒 你要尽止 你们许愿 当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还愿 在那世面的人 都当拿贡物 献给那可畏的主 他要挫折 王子的娇气 他向地上的君王 显微可畏 诗篇 第85篇 耶和华啊 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 救回贝鲁的雅各 你赦免了 你百姓的罪孽 遮盖了 他们一切的过犯 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 和你猛烈的怒气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叫你的老恨向我们止息 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 你要将你的怒气 沿流到万代吗 你不再将我们救活 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 耶和华啊 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我要听神 耶和华所说的话 因为 他必应许将平安 赐给他的百姓 他的圣民 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 他的救恩 诚然与敬畏 他的人相近 叫荣耀 住在我们的地上 慈爱和诚实 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 彼此相亲 诚实从地而生 公义从天而现 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 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 公义要行在他面前 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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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